我也是因為台灣人支持我 我才有今天 沒有道理今天有需要我發聲的 說我不發聲嘛 我說我們大陸生可以不要做沒關係 地球這麼大又不是只有一個大陸 而且今天我們為台灣發聲是合理的 所以後來我們決定了放棄大陸的市場 你們台灣省有沒有一輛快車 給你機會 你有多少輛車來 一起抱來 傑尼龜 我現在衝著全球華人的面前 正式接受你的挑戰 你要笑的是我嗎 請問一下 我們的寶島台灣 有沒有一套臨時賽道嘛 你真的好好笑 我說你每一次的視頻 你說話只是更曝露你的無知 跟你的可憐 綽號傑爺傑尼龜的中國網紅楊詠傑 在日前直播時稱 台灣沒有一輛快車 引爆我國車界怒火 其中有30年賽車經驗 人稱賽車教父廖老大的廖志賢 實在看不下去 為此開設抖音 臉書帳號 拍影片扳擊對方 決定這麼做 全英傑尼龜踩了底線 讓藥大不顧可能丟到中國市場 說什麼也要跳出來為台灣發聲 你有不行你來崩我 其實他這種語氣本來就是很糟糕 而且他在直播裡面 直播做了很多錯的事 比如在賽車場他不戴安全帽 他不扣安全帶 沒有穿合格的賽車服 其實這在我們專業的人眼中來說 你都是在誤導一些觀眾嘛 是不是 就是讓飆車跟賽車 幾乎已經打上等號了 然後加上你的態度 讓我們車界覺得 老實說很萌羞 那他今天既然指著 鼻子向台灣來了 我總要為台灣發聲嘛 我一開始要出來發聲的時候 代理商就先說出來 大哥不要千萬不要千萬不要 因為兩岸之間 談起來議題一定會到 大家都會站在自己的 這一幫想像嘛 我大人就跟我說 老公你不要為了 網路上一些小事情 弄到連生意都沒有 我們大陸的生意怎麼辦 我跟我太太說了一句話 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 那誰請出來 我們成績第一次從台灣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在台灣賣內銷 從一個一人公司 到今天這麼大的規模 我也是因為台灣人支持我 我才有今天 沒有道理今天有需要我發聲 說我不發聲嘛 我說我們大陸生意可以不要做 沒關係 地球這麼大 又不是只有一個大陸 而且今天我們為台灣發聲 是合理的 所以後來我們決定了 放棄大陸的市場 我沒有要求什麼 我要求你跟車接道歉 你跟我們台灣車接道歉 這也是一定要的 你說台灣車不快嘛 第一點 第二點 改變你直播的內容 那種錯誤的那種 錯誤的那種訊息 還有你那種囂張的態度 我覺得這場比賽 不比都可以 就算你不比了 你道歉了 我會就把車做好 我還是要證實給你看 因為它有個成績嘛 你到400公尺 8.93秒 破不了你的秒數 我捐款做時尚500萬 然後我退出這個平台 我找他說 那你是不是你輸了 你退平台 他不願意答應嘛 別人答應就不願意答應 你無所謂 但是 你這樣你還是會做到的 一定會 我也希望這件事情能平息 中國網紅反覆改來改去 比賽內容 本來狂妄嗆聲 接著又歸說不回應 讓人物理看花 但未比賽公平 要老大火速買了同款車改造 買車加上改造費用 出股500萬上下 他強調 不論潔寧歸要不要應戰 自己都會比完 證明台灣有快車實力 廠房戰地超過3000坪 車庫裡更是提滿15輛千萬超跑 現年53歲的台灣賽車教父廖老大 本名廖志賢 不了解的可能會誤會他愛炫富 但其實他出身坎坷 孤兒的他 名副其實白手起家 跌跌撞撞 全靠堅持 才有D2 奇遇集團 而那些名車 用途是為了拿來測試自家產品性能 我從小沒有爸爸媽媽 所以我是孤兒嘛 自己也不是很會唸書 然後小學畢業以後也不想唸書 所以就去了當汽車的學徒 你問我說為什麼要當汽車的學徒 其實不是我對車特別有興趣 那個時候百行百業裡面 唯一只有一個行業就是 你的學徒有地方住就是汽車業 國小沒畢業嘛 什麼都不懂 反正我就知道那裡有得吃 那裡有得住就去了 我從13歲的時候 去白天去學長修車 晚上就在那個合作街 那裡有中校路 我就在那邊那個 打到鼻孔那邊幫他洗碗 洗了很多年 我洗了大概有5年吧 到滿18歲的時候 我可以去考駕照了 我晚上開計程車 白天還是在學長上班 後來就退伍了嘛 就開二手車店 然後在中間就 轉戰變成人家的車手 因為還有多零一份薪水嘛 碰到一些車隊上 一些零件上的消耗 或是故障 實在太貴了 一個避身機的十幾二十萬 實在太貴了 然後自己就慢慢修 能修就修嘛 因為那時候經濟也比較拮据 後來修成彩了 變成其實這些東西 並不稀奇 台灣都能做啊 所以就自己做了 你看我 講話有沒有個八 有齁 這個就是撞出來的 這在那個澳門大賽 現在應該比較不會有 有時候走路會一瘸一瘸 就是膝蓋嘛 膝蓋整個骨頭是碎的 反而變成老闆的 才去受這麼大的傷 而不是當家的車手 我變老闆以後 自己更拼命 為什麼 你要想說 我現在推的是改裝商品 我怎麼碎我別人買 唯一一樣可以證明的就是成績 帶著賽車 卻跟他們比 所以我把我的車子改好以後 就送去日本比 那送去日本比 跑贏了以後 就可以順便介紹給那些敵對的同隊 你要不要帶領我的東西 我這東西還不錯 你看十八萬 我這個只要一萬八 我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的事業是用命撞出來的 就是這樣子撞完人沒死 而事業沒有撞出來 這個搬滾架自身的整排車的內部空間 這個搬滾架的用意就是 車子被撞擊的時候 保護車手安全 車子在搬滾的時候 撐住車子的駕駛艙不要變形 彈及賽車 大眾多少還是有刻板印象 身為賽車教父 廖老大除了讓妻子重反對 到桌上副駕陪他比賽外 也正式糾正錯誤想法 此外 他更讓兒子成為亞洲地區 最年輕進入職業賽的選手 廖老大分享自己的人生哲學 他強調 讀書不是唯一的出路 他也一定是非常反對 後來我把他也拉進賽車全員 他當我的副駕 我連續八年的時間 跑那個越野賽 越野賽需要正負車手 他做了我賽車做了八年 從開始的反對到後來的 變成自己的興趣 就一直到今天這樣 因為我也是國小畢業 書念的好是將來的 出路的其中一條而已 但是其實要成功有很多路可以走 不一定得走 念出這一條路 然後我跟我的孩子溝通的時候 發現他對車子的興趣還滿濃厚的 後來我跟他還說讓他小學畢業就好了 讓他在家自學 所以我孩子在十四歲就進賽車場 從基礎的賽車開始學起 他學CocoCart 美諾方程師 就是這些小生開始學起 他是亞洲地區 我知道亞洲地區 唯一一個十七歲進入職業賽的選手 他不管是在修車方面 在電腦方面 在語言語文方面 甚至於在公司的整個語音方面 他學得很多 然後我有一個人要說 你可以跟你同學聊聊天 你懂得比他們多太多了 你念的是社會大學 其實賽車跟標車展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偏見 認為說賽車是標車 他並不是 真正的賽車出門是用貨運運出去 用貨輪用拖車 運到賽車場卸下來 比完賽了以後 用貨車又運回 所以我會建議標車主委 你會害自己 會害他人 到賽車場去 你留歷史 為自己人生花椒一點色彩 講老婆可以跟自己的食指炫耀 阿公以前 你看就給你了 對 你講老婆 你跟你兒子孫子講 阿公以前 在那個什麼哪裡 什麼賭官標車跑第一名 所以應該是把它導向正面 希望這些年輕人 大家能夠聽到我的說話 真正進來合法的賽事裡面 其實我想要把台灣的車界推上去 其實台灣在車界裡面 認真的很多 但他們都很辛苦 政府對技術上賽車 也不這麼支持 迫不及很多車隊 比較好的車隊規模 都外走 外移到別的地方去跑 其實賽車是一個很大的環節 是一個產業鏈 像我們說每一年的澳門大賽 光它一場比賽 既有的既有的外來的 以及動人場 有基本消費就58億 那台灣很可惜 台灣的賽車業 並沒有被相關的單位 很重視他們 並沒有 所以車界的人都盡得很辛苦 所以我最大的目標是 希望把這個行業 很默默跟於那些人 趕快讓他走出去 不然都要一直停留在台灣 真的很可惜 至今依舊每天工作 十幾個小時的廖老大 他說 自己相信多做一點不會吃虧 反而累積力量回饋幫助別人 而目前自己最想做的就是 讓台灣的賽車界 被重視走入國際